還有準備便當 大家放心 謝謝主席,我請一下署長 楊偉爺您好 署長好 署長我不只一次在這邊 講到說台灣是一個海島 所以海洋的 環境保護 是很重要的 而且海洋的污染 的速度跟範圍 恐怕都比陸地 來得快又大 那上個月 上個月有一艘 外籍郵輪 海洋坦克號 在澎湖的海域 擱淺 那 船隻擱淺以後 就可能產生 對海洋 的 危害 好 我 我想請問一下海洋的 污染防治 是你衛生署的 业务範圍 是的 我們有這個法 那 郵輪擱淺以後 我不知道環保署 做了什麼事情 是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第一時間就會接到海巡署的通知 然後看他的狀況 他的載油的量 會成立不同層級的指揮 應變中心 所以像那 這個案子 第一時間我們的 處長 去處長就打電話 晚上半夜把我吵醒了 告訴我這個事情 然後他就赶到 現場去 跟海巡署一起做應變 瞭解的情況 瞭解的情況 他是因為 東西沒有出來 那樣大概後來也知道 然後我們會跟他們保險公司 等等去聯絡 等等 所以我們一路都會去 看 比較清楚 做緊急的應變 像 前幾年的話 在這個 北海岸 東北海 西北海岸這邊 都有一些案 也是半夜 我們都出去 然後就開始去 清屋 房屋 藍營所 的佈置 跟他們的這個 保險公司來這邊 然後去雇用當地的民眾 繼續去清屋 防止他漏 甚至有一艘船 我們事後 還把他拆解掉 都我們督導他 一直做到完畢 像這個海洋 坦克號 你們有用難用鎖嗎 請我 那個 署長來說明 好不好 徐署長 跟那個 委員報告 那個我們在 他事發 1月12號 半夜 一等 發生擱淺了以後 我們馬上在 2點 成立跨部會的 應變中心 那 原則上 立即當天 早上4點 立即發文給 交通部 航港局 跟船東 要求他們 因為當時是海難 還沒有漏油 都沒漏油 所以我們要求 相關單位 以行政院的分工 要辦理 各自執掌內的事情 那另外船東的部分 我們要求他立即為燃油所 那我也在 1月31號 有為燃油所嗎 搭乘海巡艇 副縣長看 結果他沒有為燃油所 所以要求 澎湖縣政府 立即刻意 罰軍 並 限期要他 立即為 所以後來 澎湖縣政府 也除以30萬元的 法源 以上說明 到最後有 有用燃油所 他在 後來 那個航港局在 整個撥油過程中 他是有為燃油所 我現在就是跟環保署 釐清一個 一個責任 一個觀念 沒有錯 海難發生以後 有關船貨的部分 可能是 海難的本體 那那個可能是 交通部的 的業務 和環保署這邊要做的 是 預防 海洋的污染 所以 環保署只要在面對 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可能不能 一直以 有沒有漏油 為 主要的判斷 因為一旦漏油了 就來不及了 而且 而且其實在 在海洋污染防治法裡面 本來就有 就有負於你們 再有 有海洋污染之餘 也就是說 事實狀態還沒有 發生 可是有危險性 的時候 你們是有一些 一些 作為可以去 處置的 是 向委員說明 我們確實也是照您說的方式在做 包括剛才講 他雖然沒漏要他 南遠鎖 哪有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甚至在模擬計算 萬一他漏出來的時候 我哪邊跑 跑到多大範圍 我們都在做 做了之後 我就要提醒大家 應該怎麼去準備 好 要求說 只要有船擱淺 就一定要做到什麼程度 好 我想 縱使要求了你們也 也沒有辦法做 可是 一定要密切去 去注意 去注意 事情的發展方向 好 可以做的處置 要先做出來 因為法律既然已經賦予你們 可以有一定的作為 你們就 必須要去做 向南有所 也不一定要 等到 縣政府開罰以後 你們本來就可以自己去做 然後再跟 再跟廠商拿錢的嘛 對不對 這個是法律 法律賦予你們的 的義務 是你們的權利呀 是 我想這個 您講的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式啦 當然我們要檢討一下 當天的話 我們要了解說 他們是根據什麼的判斷 說要他們 而且有時間等他們做 到底是不是因為船做得很穩 在的量很少等等 比較放心 所以要他做 那如果不是那情況 因為他們自己就先做了 不等他 我想 我們要去了解一下 看看 每一個個案 可能他的 情況的嚴重程度 急迫性 都不一樣 可是你們一定要 要很 很密切注意 關鍵要 很堅定就是 台灣竟然是一個海島 海洋 就是台灣的母親 這個 而且他污染的速度跟範圍 真的都很大很快 第二個問題 我再 請問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在 環保署 環保署 未來的計劃 想在 澎湖金門馬祖 設立 深職能 中心 是 那現在目前的 大概進 計劃進度是怎樣 我想 第一個就是他們三個 應該是縣吧 都在做規劃的事情了 那我們也在 在輔導 在協助 像 國會有個計劃 準備在那邊做的事情了 那國會在審查 那審查的結果 他沒有給他那麼多的錢 錢比較少 所以是不是 怎麼進行跟憲政部做 可能最近要再跟憲政部在談 經費少了之後 或許如何去進行 國會的那部分 至於說 其他的生殖能源的分類 這些的規劃 以及後續的大這個投資部分 那麼他們三個 我們會找他們繼續在談 怎麼樣做技術選擇 縣政府的 的意願怎麼樣 非常高 非常高 是 非常高嗎 是 橫胡縣也非常高 對對對 我們都有持續的跟環保局 跟縣政府 跟縣長都跟他去報告 那我們都知道 生殖能 裡面 電熱解 的部分 其實在國外 目前用的並不多 是 那他的 他的 也就是說他目前的 的 的技術 跟安全方面 可能都還有 都還有一部分 需要去做考量 那國內現在有 有任何的 的 機 機構 向您報告 其實有一部分的技術是非常成熟 而且在用的非常普遍的 就直接做造立 直接進去當鍋爐 像煤一樣去燒 而且單獨去燒 那而且他的熱 利用是跟 就是熱電共生 氣電共生的時候 他熱效率可以高到八九十percent 所以這個其實很成熟的技術 即使不做熱電共生的時候 直接如果發電的話 他因為是不像縫化炉 他只能到二十percent 他可以做到四十幾 甚至到這個 那就是 就是以後 有關電 熱 熱烈解的部分 就是 只採用 他比較成熟的 這個 這個部分 研發歸研發 但是成熟技術的話 其實優先要用 因為不成熟的 技術 用起來也危險 我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署長你們目前的規劃 是 升職能中心成立運轉以後 最終是要由地方政府來接手 後續的營運 我們現在還在做評估了 變成升職能的 好比說你做成那個 我們叫 延伸性燃料 RDF的話 變成照例 熱質穩定 那出來的這個東西的話 是當地做一個爐子 是經濟有效 還是整個運回到某個地方去 做個更大的 更經濟有效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也不能說 單純為了說 不合經濟效益 繼續做 你們現在既然在 在研究階段 是啊 本期就提提 直接提 提出我的 好 我的 我的建議 就是說 署長你們 你們到最後是要讓 地方政府來接手 你們一定要去考 考量看看 他的專業能力跟他的 經 經費 接手有沒有問題 好 不要 不要做一做 結果爛攤子 就 對這個非常重要 就丟給地方 對後面的營運如何做 一定要想得清楚 因為 因為 離島縣通常財政 是 是比較困難的 是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 你們在 在 在研究的過程 一定要 納入做考量 好 好 謝謝